哼!杀死你大黄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反光的部分 镭射效果是很有意思的 虽然说我们个人是比较喜欢低调奢华的一种包装盒 但偶尔看一下亮眼华丽的东西也是很不错 反光效果真的可以 然后这个效果配上这个动作 有一个引导线的构图是非常棒的 那么后面的话则是有一些侧边的话 有一些专属5G的配件 还有一个简单玩法的一个介绍 特别是这款大黄蜂它有附带了一个跟天灾 共同实现一个经典画面 从此你这个大黄蜂的一个组合的配件 都附在这里 其他的话有一些他个人的基本资料 这一次的大黄蜂的身高只有3.81米 非常非常的秀真 跟先前麦克贝时代的玩具 麦克贝时代的背景的话 设计来讲是小了很多 以前的OP的话设计身高的是8.5公尺 这一次的话则只有5.48甚至比领袖之正版 领袖之正好像是设定是6米吧 体型还在更小一些了 那么Atomismite的话呢 比较没有什么特殊的配件 但是它的本身的分件数是里头最多的 组合起来的难度呢 也是比较复杂 但是也不难 特别是它的细节呈现 可以说是这机款里头做的最好的 当然是我个人最期待的天灾 它的眼珠子只要是这种亮光的部分 通通都变成了雷射反光 非常的酷炫 而且它这一次的话 实现了一个肩甲 它的肩甲的造型有两个 可以做一个替换 我们直接在这里就先把它说了 它的设定身高居然跟OP一样 就是5.48米 我以为它们个子会再更高大一些 那它这里一样有强调 大黄鹏可以跟它实行一个配对 所以说到底谁是谁的配件包 就跟MPM的这个Megatrol跟MPM的这个Jazz一样 两者似乎是缺一不可 那我们一次把三个玩具通通拿出来 它这次有附带一个贴纸 每一个人物都有贴纸 贴纸的话是贴在地台上面的 可以对地台做出更华丽的一个点缀 这里切一个角 然后是人物的眼神的特性 那我们就先从OP开始看吧 首先的话呢 它的地台跟这个组合只要踩上去 就可以没有任何的难度 然后OP的话附带的这个是 贺狼传说集思的裂风拳 我不晓得为什么它的特效是这样 可能是要做出一个急刹车的一个动画 这个地台的话呢 本身效果不错 那我们来看一下玩具本身 先对比一下 先给大家做过它的群星版的一个OP 我们来对比一下它的大小 各位也可以在我BY的这个过程当中看到玩具的细节 呈现可以说是非常的丰富 那这是先前的一个盲盒的版本 两个可以说是都是经典的OP的形象 但是在细节表现 分色上就有很大的不同 这一次的是属于电影版的一个高密度的细节展示 特别是背后啊 各位可以看到是有相当大差别的 但是呢 先前的这个盲盒版本的话呢 武器配件要多得多 而这一次的OP的话呢 明明有附带拳头 但是拳头里头却还有一个洞 可是没有附带武器给我们 它的武器是一个替换的手炮 这个手炮的细节的话呢 它是由三块部件来实现的 这里一块 中间一块 前面一块 前面的话呢 还有做出一个类似于是小刺刀的一个细节的刻画 那么眼珠子的话呢 是可以发光 但是这个发光的话呢 只有到这个本体而已 那发光的话 我们是说是摇晃 但是我个人觉得是要敲击一下 敲击一下地面啊 或者是桌面 它的眼珠子才会发光 它发光的结构是在里头 但它光透上来 透过脖子呢 是一个透明部件啊 实现到它的一个眼部透光的效果 那这个肩膀的话呢 一样啊 是没有穿模的效果的 是插屏 那么二头肌可以转动手肘弯90度 拳头当然是可以转动的啦 那它的一个手炮的替换很简单 从这个地方整个部件 把它给拔下来 这个手炮的大小可以说是非常的巨大啊 看一下这个身形比例来讲的话 它占了身体的一个相当大的一个比例 那拳头的话呢 我们就把它给做上一个替换 用力一塞就行了 就出现了 我们一个非常经典的电影 战力的一个形象 那它的腰身可以转动 头的话低到这么多 那它的眼珠子的发光大概会持续 好吧灭了 总而言之它会持续一段时间啊 你再这样敲一下 OK 它的眼珠子就再次发光了啊 而它的眼珠内部的话呢 是非常精英剔透的 这个再多看几次 你都会觉得很漂亮 口罩上面也有很多的细节啊 这一次虽然是小型的积木玩具 可能不到十公分的大小 但它的细节真的是满满的啊 但是可能也是毕竟是小型的玩具 我是觉得有一些细节的部分稍稍还是稍微显肉了一点 但整体来说已经是相当相当厉害了啊 后面的轮子 轮子当然是不能转动的 还能动那就不得了了 那这个有点是 它是透过一个银色的外壳里头的内骨壳 多个零件来实现一个更好的一个立体感 背后的话呢 就有这个脊椎骨的一个刻画了啊 然后它的可动的话呢 这个脚前踢膝盖弯大概这么多 然后脚的话是一个球形关节 自然有一个很好的接地效果 所以脚立板很大 加上说如果你把它站在地台上的话呢 它就是根本可以实现很好很好看的站姿了啊 那这个OP的话呢 就暂时到这边我们把它给扣回去啊 即使你不扣的话呢 也是站的也是挺稳的啊 扣一边就行了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天灾 天灾的话呢 它附带的是这个火焰的特效 然后它的贴纸啊 各位可以看到这边是一个它的特写 这里就是它的一个派系的标志 那它所附带的配件呢 则是一副替换的肩甲 替换的肩甲呢 跟这个肩甲的替换很简单啊 这个侧边有一个滑槽 你把它往侧边拉出去就可以了 拉出去 那但是这个长肩甲的擦槽是从由上往下扣啊 透过这个滑槽扣进去这样就行了 那如果说你喜欢这个类似于是 SSC的那个玩具的话 你可以把它扣成是长长的一个肩甲 那我个人的话就觉得说 嗯因为我已经有那一款SS的玩具了 我还是把这一款积木的话呢 我们就把它换上 好那各位发现扣下去的时候 它的这个光就发出来 因为它只需要一个一定程度的震动呢 它的身体的体内就会发光 而且天灾的发光效果是里头 这里头最好的 因为它胸口这一袋空的比较多 讲到这个我看他脸漏缩了 这款OP的这个胸口是可以打开的啊 打开之后里头是有领导模块的 那我们这样稍微的敲一下 OK它的一个发光还是会的 差点这个东西没讲到啊 不喜欢把人家胸口打开嘛 对不对 好那我们接着说这一款天灾 它的一个手臂的可动的话呢 基本上嘛 因为这三个的骨架差不多 而且它跟OP一样 肩膀都是一个上下搓的关节 那爪子的话呢 四肢都可以张开 那这个也可以完全收起来 腰身一样可以转动 手臂平举三个零度的转动都是可以的 这个武器的话呢 本身也有一个球形关节可以转动 手腕也是可以转动的 非常的帅啊 那脸的话呢 是一个塑胶的死灰色啊 比较可惜 唯一身上觉得最塑胶的就是它的脸孔 那么呢 它的一个眼睛 我们还是把它保持一个发光的状态 好 这样看起来比较炫啊 但是我这一款的话呢 我这个头往下按的时候呢 那个球形关节一直没有发出卡的一声啊 也就是说呢 我这个头呢 一直没有把它卡到很紧 我不晓不晓得为什么 但是平常也不会掉 所以我就没有很在意啦 脚前后左右侧踢啊 这些就就不用多做展示了啊 那细节的部分的话呢 我觉得略循于OP 其实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零线 分隔线 这些这些边边角角的这些线条啊 好像还是稍稍肉了一点 不过 认真说啊 这个不过是多才多少钱的级母而已啊 我觉得这样子的表现 已经是非常非常让人叹为观止了 再让它发个光好了啊 再让它们 然后可以看到这些透出光的一个感觉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美背啊 毕竟官方的玩具的话 可以变形的玩具来说 背包还是都是比较大的 比较大的 好 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呢 就来看最后一款的大黄蜂 那大黄蜂的话呢 配件替换的配件就比较多 比较多 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装反了 对不对 这个 他应该是要这个 这个角度啊 各位看一下 OK 大黄蜂的一个眼神 那讲到眼神 就一定要提一下 一样让它先发个光啊 这个 它的眼珠子呢 里头是有细节的 刻画的哦 我不知道我这个镜头 能不能够完全的看出来 那它的头的话呢 左右转动稍微偏紧一点 我估计是那个叉叉稍微略短一点 稍微使得它的一个脖子的转动 继续受到一点点的限制 那它有一个替换的手炮 各位看到手炮 手炮之外的话呢 还有一个摊开的一个手掌 还有一个拳头 但是呢 这里我就要吐槽一下了啊 呃 这个 手炮 拿下来是没有问题啊 这个 如果你要换上拳头的话 你会发现一件事啊 就是说 它的这一块部件 这个 应该有一个黄色的一个 这个护手臂的这个部件 居然只有一对啊 也就是说这个 你如果要把他手跟拳头互换的话 你就必须常常把它做一个替换 啊 我个人觉得这样子太省了吧 你多一块零件 给我们不是很好吗 因为你你你这样子都会造成说 因为我还要 我还要再多换一块零件 会导致说让我不是不是很想替换这个手臂了啊 我刚不小心把这个后面的这个 这个这个翅膀给弄下来 各位看一下后面的也是细节很多 他这个轮胎也是靠分件 弄上去的 然后翅膀的话呢 他做成了四片 这里后面有个洞 这个洞是做什么的呢 洞就是要让这个东西前胸透背后啊 这里 换上去这一个部件 我们就可以看到大黄蜂的一个背被刺穿 然后他的胸口呢 这个胸甲的部分呢 他的胸甲其实有两块 有一块是完整的 一块是中间有个洞的啊 如果你的大黄蜂的仇恨值很高的话 你可以给他开个洞 直接让他永远肚子开个洞 那就可以随时让我们的这个天灾的话呢 随时对他进行一个插入身体的动作啊 这个可以说是战斗力非常高啊 随时可以进入的一个状态啊 那就单看你个人的喜欢啊 那他的其他的一个细节 我给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做的也是相当的可以了 背后来看 尤其是小腿的后方 我觉得这里的细节真的是 做的是相当的满满 立体感真的是非常的好啊 那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我最高的仇恨值也是很高啊 这个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一个胸口 也是做出一个V型的一个形象 那我自己习惯吧 还是长时间的用这个手掌型的 来做他的一个 最常出现的一个摆设 OK 那今天的话呢 就给各位分享这一套 不如可推出的 变形金刚超越版三个 一起把它做一个分享啊 组合很简单啊 没有什么特别的难度啊 可能OP的话呢 会稍微多一点点零件 但是真的都不是很困难 毕竟还是独打一个简单组合啊 然后顺便提一下好了 我刚刚讲太快了 大黄蜂的话呢 他的这个肩膀是没有上下搓的 他的肩膀是直接一个 一个关节连出来 膝盖的一个连结方式呢 也跟另外两款不太一样 那这个都不是问题 反正你看说明书就会组合了 稍微顺便再提一下 好 那今天的话呢 就给各位进到这边 非常推荐这一套作品 然后他们的说明书里头呢 也有讲到这个还有这个是这个 Altimus Prime 希望之后的话呢 也会陆续推出 那非常非常非常推荐 那今天给各位进到这边 非常期待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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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